各位老師,您在LINE,在FB,有沒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咬琴的那個,已經用到快爛掉了 沒錯齁,一堆人貼圖啊很多 但是,你的公務上,我們最常用到的是什麼功能 叫做信箱網 沒錯齁,我們公務上最常見的就是信箱網吧 信箱網版,平常大家在看的都是哪一種 都是這一種 還好這個沒什麼信 是不是都像這樣 通通是不是都是白白的,就是黑白嘛 所以能不能有一些好看一點的 可以耶 包括部落格也可以喔 所以我這邊這個文章 這是最近寫的這篇文章 就是,其實我們在郵件標記裡面 或者郵件的內容,甚至部落格 FB啊那些 都可以用這些所謂的表情符號 老師知道這個名詞嗎 有聽過嗎 因為這兩年很紅啊 這兩年很紅 但是它的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同裝置上 看起來圖會有些不一樣 因為它的碼是一樣 但是不同裝置顯示的那個符 基本的那個符號是一樣 但是就是類型有點不同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你看我們往下走 如果你看我這裡有一個 這一張 有沒有發現我收到信件裡面還有愛心的 還有眼睛的 有沒有注意到 欸這是誰發的你知道嗎 Share course Share course Share course不是 現在在做那個摩克斯 有幾個平台嗎 浴網 Share course 台灣Live Share course 跟浴網最近都很積極喔 那Share course裡面 特別會用這個 那最近寄的每一封信 裡面都會有這種表情符號 所以你一封信來的時候 你要不看到它 當然你不要太誇張 全部全部都是人家也會說 直接封鎖 可是像這樣有一點的表情符號 有沒有發現就是 你的信件就會稍微有一點跟人家不一樣 別人比較容易注意到 尤其是我們有求於別人的時候 開玩笑 就是說 欸你的信件希望讓人家注意一點 那你看我們在手機上 你會看到有沒有 不過你稍微留意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 我電腦版跟手機版 心不一樣 有沒有差一點點 就不同的電腦 不同的裝置 它的那個圖式 不會完全一樣 那我下面這邊有找一個 那個對照表 你看我的部落格 標題 有沒有也可以 網頁也可以加進來啊 就它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它上面就有 那你說這到底是字還是圖 答案是字 欸 對 就好像我們平常也沒有用過所謂的特殊符號 欸那個打個勾啊 然後一個兩個圈圈啊 特殊符號 握著你很緊張 插入特殊符號 就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他們現在就是把這個碼 我覺得怎麼樣 定義好了嘛 所以不同的作業系統 雖然圖示不一樣 但是那個碼都是對樣 對應到同一個 比如說這是笑臉 只是每一個的笑臉有一些不同 這樣子 所以等於你還是在打字 在打字 但是要你記那個編碼 可能 是不是就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 那麼 人性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找一個 來 你看喔 我們往下走 欸這裡有 有沒有我找一個那個對照表 你看 這是原生的 有沒有發現 這裡 這裡 一樣都是笑 笑的不一樣 有沒有 哈哈 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稍微 很清楚的 去了解的 你就可以像這樣 你看像這個手 是不是都差不多 但是他就是 類型會有一些改變 會有一些改變 那我們從這裡來看 你要用這個功能很簡單 你就到這個網站就好 你可以透過搜尋的 也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些類別的 好 然後呢 也可以透過顏色喔 我透過顏色篩選也可以喔 我要哪一種色系的 那下面的是完整的 你就點一下 比如說 欸我們來笑一下對不對 你看笑到都哭了有沒有 好 你就按Copy 好 點了之後他上去你就Copy 那我剛剛講的 因為不同 系統 他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 這個人要看 你貼在哪裡 假設我是貼在我們的 Word裡面就沒用了 但是我們的文章是OK的 看一下這裡 在這邊 如果我在這邊寫一封 寫一個 好 收件者我就寄給自己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寄給自己 你在裡面也可以啦 或者是我們再多試幾個不一樣的 你就用這邊的Copy 用這邊Copy起來 我們就可以拿過來 好 送你書 自己寄給自己 有沒有收到了 不過我不太確定為什麼這個 這個版本的會 會是黑白的 一般Chrome上面看到的應該是彩色的 所以這可能每個人會有點不一樣 可是至少 你不會覺得說 然後 收到的都是什麼 都是文字嘛 有一些圖形 只是我會建議就是 你要挑 就盡量挑 就是 清楚的 用一兩個就好 不要用得太誇張 因為你用太誇張 還是會很誇張 對不對 所以這個算比較特殊一點的 等於說 幫我們在所謂的信件的部分 因為公務上 比較少人玩這個東西嘛 可是偶爾玩一下 你會覺得 好像有點創意